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謝依玲 最後的分享 我想說是前面的同學們都補充得非常完整 也非常精彩 我可能就是挑一些比較自己獨特的感受 跟分享給各位 我參加的是Sensio Dining的這個工作坊 那起初會參加不瓦不屑的工作坊的原因是因為 我希望在自己的每一年的經過的時候 都會有不同的記憶存在 那這就是我今年的記憶 非常的非常的深刻 這是我認為在當地設計師所創造的建築當中 我覺得最讓我驚訝的部分 他們運用竹子跟水泥的液材質去做結合 讓液材質之間可以相輔相作 呈現了建築的完美的特性 那在一開始呢 我們會去收集在莊園上面的素材 就是說大自然之間的竹子等等的東西 那老師是建議我們是 如何去觸發在使用的時候有不同的感受 另外我會參加這個工作坊的原因是因為 我在研究所的時候去認識到一個叫共感覺的心理知識 當然你可以知道說其實你味覺是可以去經由其他的 比如說觸覺聽覺不同的感官去激發人們在飲食這個過程之中 他們有不同的感受 那不曉得就是大家有沒有這個經驗 但你打開氣水瓶的時候你會有個聲響 那你是不是會覺得更想要去喝它呢 所以在我們的討論的過程之中 我們發現非常非常地多的天然自動的物質 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所會忽略的 這也激發了我們對於材質的想像 那在過程之中我們經常的是以討論的形式 互相地去分享自己的感受 那以及不同的對設計的看法 那這也是非常難可貴的經驗 因為你可以去認識到不同的設計師 或不同國家的思維、文化等等的 那其實我本身是 觀念設計背景 所以在學校常常是會有一些 sketch等等的經歷 或者是發想的過程 那其實我以前在學生時期 在發想的過程 非常多的時候會遇到瓶頸 就是你想不出來 又或是老師會覺得說 你應該設計得比其他設計師來得好 那你產出的作品才會更有意義 但非常不同的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到這個環境 因為你有不同的感受 那你的靈感就會一直一直激發出來 那就是整個過程是非常的興奮跟愉悅 因為你有不同源源不絕的創意跟靈感在 那這也打破了就是 對於設計的一個圍牆吧 就是你不會去在意說 這個設計是不是好或不好 那就是去嘗試它去做 那過程中就是我們有教導一些 老師有教導一些金屬的創作 跟陶藝的製作這樣 那過程中就是老師也會參與我們在一起創作過程 然後我們有幾個晚上 就是講師們會各自去分享他們的整個工作的履歷或經歷 或是他們怎麼樣去構思他們的產品 那我想這是非常難難可貴的經驗 因為他們的作品是真的是非常的出名 那也呼應了聖修代理這個主題 他們去考慮不同的感官 來怎麼去觸發人們的實用的感受 我的作品是以竹子跟陶器為主 那主要的盛放的物品是甜點或是一些小果實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在構思 如何在吃的過程之中 你可以運用其他的感官來帶出不同的感受 那其中這個塵裝的器皿是以陶來製作 那你當使用的時候你是從竹子上面把它折斷 你會產出一個陶器折斷的聲響 來觸發使用的感受 那這個過程之中 老師跟我們的一些的產品發表的整個過程 那最後想要分享的是說 其實如果自身往後想要去國外 我們是設計的課程或是留學的時候 其實很建議說可以先來學學的這個課程 那去了解到國外跟國內設計的教育的差別 對 然後最後是謝謝學學跟謝謝文化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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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